你不过去 委屈你和佳佳了 怎么会呢 我还应该感谢阿姨替我照顾佳佳 她那样对我们也是应该的 其实我妈这个人啊 今儿刀子得斗吴欣 她心里啊 善用得很 你啊 买成心态 一会儿电视台见啊 你嫌我给你丢人啊 你说 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好了 慢点开车 妈 我走了 你这是干什么去 我回来拿几件衣服 然后赶回去再陪着礼琴 然后赶回去再陪着礼琴 他那儿不是有临程照顾吗 我回来拿几件衣服 他在 我也不放心 我看你啊 是鬼迷心窍了 怎么了 妈 现在酒店都交给了张阳去管理 你一下子从总经理变成了闲人 你这心里就不难受 这有什么好难受的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明居 你就想这样过下辈子吗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啊 你 你要把妈气死啊你 妈 我知道 你是在担心我 可是像我现在这个岁数了 让我再去追那些名和利的事情 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你现在在追求什么呀 我想要追求一个属于我的爱情 我的第二次爱情 一个我真正最珍惜的爱情 我知道 李琴她现在不能说话 可是我总觉得 她应该听得懂我说的些什么话 每一次 当我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心里特别地平静 只要能够陪着她每天晒在太阳 聊聊天 握着她的手 我就觉得很幸福 而且也很满足了 妈 我相信有一天 你也一定会理解我的 我先走了 哥 你不吃点水果再走啊 李琴还在等我呢 都多大年纪了 还第二次爱情 你哥呀 真是鬼迷心窍 妈 要不是咱们前阵子逼着他们生儿子 事情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吧 你这么说 他自杀也是我逼的 我可没这么说呀 妈 只不过 现在想想咱们那段时间 也确实太过分了 让人家李琴做保姆 他 或许一时想不开了 妈 笑一笑 妈 最近我跟向林哥学摄影 还报了一个摄影院信班 你看 叫怎么样 不错 妈 这包东西的 姐姐没跟向林哥姐 姐还被调到一特别刺的不闷 我昨天去看姐的时候才知道 张阳把她调到一个地下室 其实摆明了就是想赶紧怎么 对 妈 你还不知道 张阳现在那混蛋已经当上总经理了 在阳光市猥琐 其实这事我想跟邓总说 可是姐不认 我知道姐怎么想 她就怕邓总为难 她就怕邓总为难 爸 快点好起来吧 快点好起来吧 喂 邓叔 到了吗 向晨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 对不起啊 为什么呀 我这边很忙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 可能真的去不了了 没事 没事 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上电视 一个小时都不行吗 我也想陪你 可是真的没办法 好 好 没关系 拜拜 向晨先生 您来了 您好 您 您 女朋友呢 她今天有点事情来不了了 那是有点遗憾了 那个观众们还是 蛮期待你们的故事的 对了 向先生 我们台里希望您给我们做一档 固定的节目 固定情 对 固定的节目 林经理 给您打扫一下卫生 谢谢啊 李兰 你是负责所有老总办公室的保洁吗 是啊 林经理 是吧 是吧 嘉嘉 一会儿啊 你的向晨叔叔 和你的妈妈 就会出现在电视机上 是啊 我都告诉小朋友了 真开心啊 我也很开心啊 我也告诉我的朋友了 我儿子得了大奖 我要让他们一起 跟咱们看电视 吃了啦 吃了啦 你看你的向晨叔叔 多帅呢 对啊 你好 请坐 好 谢谢 这么多年过去啊 还是非常的帅气啊 咦 那模特当中 一定是最棒的 林书怎么不出现呢 不是说好之前 带女朋友过来的吗 后来听说 因为工作人员有一些忙 奶奶 你妈妈怎么没出来 我怎么知道呢 快点声 这是这次得奖的作品《Love》 那我冒昧地问你一下 这是你女朋友吗 是 是我女朋友 这些照片呢 是记录了我和我女朋友 三次命运交回的瞬间 第一次呢 我们俩还互相不认识 在大街上 我偷拍到她 第二次呢 是几年以后 我们彼此重逢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们还没有认出来 呼叫是谁 第三次呢 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到第三次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你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是三次命运的交汇 三次命运的交汇 说得真好啊 看得出来啊 您 真的非常爱您的女朋友 我非常的爱她 王总 来 给您来 王总 您今天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 我们以为啊 阳光会和我们续签合同 已经准备了很多货 没想到张阳 突然要换供货张 我的资金链 要出现问题 王总 张阳突然换供货商的原因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有更务美加廉的选择呢 不可能 林林 我干建材二十多年了 我可以拍着胸部说啊 我给阳光会计的酒店提供的建材 绝对是市场最低价 不可能再低了 再低连成本都不够 这些是新的供货商的名单 你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陈经理 就这些公司啊 都是没什么实力的小公司 你看这个 就这些公司去年啊 就因为销售假冒伪的产品 被查处过 在行业内名声很臭 就他们现在销售的产品啊 大部分都不合格 是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下我看明白了 张阳为什么要更换供货商 宁经理啊 一定要想办法瞒着他 就他这些供货商 盖出来的房子 一定出问题 一旦出了问题 阳光这把牌子怎么办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 像他做这种事情 一定还会有另外一个账本 如果要是能搞到录音证据 或者是用U盘 把这个账本拷出来 那张阳肯定跑不了 那张阳肯定跑不了 连电视台的采访他都可以不去做 他有多忙啊 难道比邓宁觉得总经理还忙 不就是个部门经理吗 妈妈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怎么知道 烦死了 别去 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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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乖不乖呀 妈 妈妈吼我 妈你为什么吼佳佳呀 不就说他两句嘛 他的老虎屁股就摸不得 那原因是什么呢 问他妈去 走佳佳 回屋睡觉 睡觉去喽 葳佳一 怎么了 张佳叔叔和奶奶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和奶奶为什么不喜欢你啊 这世界上怎么有 怎么有人不喜欢佳佳呢 奶奶那么说 是因为 妈妈回来晚了 奶奶有点担心 我还以为惹奶奶生气了 佳佳 等那天 叔叔和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 给你拍好多好多照片 吃好多好多东西 笑了就知道吃 那我们吃香了 来 把鞋子偷掉 来 把鞋子偷掉 好嘞 一二三 飞喽 阿姨还没休息呢 我来接佳佳 等等 今天不是说好了去电视台做采访的吗 你怎么就不去了呢 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 耽误了 有多重要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 相诚有多难堪啊 我跟相诚打过招呼了 他说可以 他当然说可以了 你说什么他都可以 可是你想过没有 虽然你跟相诚还没有结婚 他凡事都在迁就你 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他的感受啊 阿姨 对不起 算了 算了 赶紧把佳佳接走吧 他都惦记你一天了 妈 还没睡呢 给你添麻烦了 相诚 对不起 没事 工作要紧吗 我今天的确是太忙了 所以 我都跟你说了没事了 我忙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 她就是那样的人 回头我再跟她说 好 那你把家家叫起来 我送你们回家 我送你 这小弟儿 救救救救我 想到我就是孙子了 这家是我的孙子 现在张扬 已经是阳光酒店的 总经理了 等他真的成了阳光的主人 我得把佳佳接过来才是啊 所以我得多买点股票 多赚点钱 多帮帮你张晏晏啊 凌姐 张总办公室刚才说让你过去一趟 我知道了 找 那我先去忙了啊 难道他知道昨天晚上的事了 不行 我不能慌 我不能慌 我也不能慌 我有信心把它变成 阳光最好的部门之一 有骨气 我还担心你 到了新的环境不太适应呢 不好意思 让您失望了 你说你何苦呢 客房服务部 我都觉得委屈你了 以你的能力 到任何一家公司 都会有很好的发展 我来阳光这么多年了 一直把这里当家一样看待 所以我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 都会兢兢业业的 为阳光做贡献 如果有人对他使坏 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也不会同意的 如果阳光每个员工 都像你这样 那我就省心多了 过奖了 辞职吧 我不想为难你 别逼我行吗 你离开阳光 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也不会亏待你 否则呢 你了解我的 否则 你了解我的 没关系 五年前 我们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大可不必对我客气 你非逼我是吗 你别拒绝地 我一拒绝 我凶我一拒绝 �绝你 这么 assisted你 这是什么 干什么 那要问你儿子 张扬叫你来的 就算是张扬叫你来的 事情交代完以后 你赶紧上班去吧 走啊 你好像还不是阳光的领导吧 是 我不是阳光的领导 可是我想让你离开酒店的话 你一样会离开的 你信吗 我妈呀 什么事你不能在电话里说呀 这事啊电话里还真说不明白 我还是当面跟你说得了 你说 林叔那个孩子林佳佳你知道吗 知道啊 他 领养的 这事你就别掺和了啊 你等一下 蓝芯你先坐住 嗯 喂 张扬 今天已经跟医生约好了 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记得呀 不是还有一个多小时的吗 你赶紧的别迟到啊 我现在收拾收拾出门 知道了 来新来的电话吧 嗯 他说什么 他现在终于同意做人工手运了 是吗 那太好了 这回他肯定能怀上 妈 有个事你得记着啊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孩子 从来没有 以后会有 那是继承我阳光大酒店的孩子 那算了 那事 妈也就是猜想 对了 我听小杨说 你买股票了 是啊 儿子 我跟你说啊 你给我那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花 股票这个东西以前没玩过 现在玩 有点意思 你就在家里坐着 就能把钱给赚了 我告诉你啊 妈 股票这东西深奥得很 你少买点 你别在说买多了以后赔了 你就心疼 知道 知道 不是 我跟你说啊 妈这段时间这小日子过的 舒服 现在想起以前穷的时候 那过的那哪是人过着的日子 妈 你永远都不会过那种日子了 永远都不会 你还要打好几针呢 辛苦了 你还要打好几针呢 辛苦了 辛苦了 小小能怀上孩子 受苦我也认了 你怎么突然间想要孩子了呢 没什么特别的 就觉得自己年龄也不小了 想到罢了 年龄不小了 怎么了 我不信了 信了 信了 戴兰兴 等你怀上我的孩子 阳光酒店还能逃出我的手掌吗 至少我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你一定要小心 你放心吧 林经理 之前看他那么欺负你 我早就不爽了 这回啊 让他好看 谢谢你信任我 你对公司负责是出了名的 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原因 那个张扬长得就不像好人 你这忙 我愿意吧 我已经走了 你时间了 我先回来 你这忙了 该怎么回来了 我先回来 我先回来 你这些鬼子 我先去了 您就是想出去 你还不走 你看你这边 我带你走 还带几个年书 这是天堂贸易的 送来的地方 他们是做家具的 享用点对待 您看 怎么打不他们 这没别什么 没别的什么 就是一点虫草 就说我们有合作伙伴了 把东西还给他们 好 明白 等他下班以后 你再进他办公室打扫的时候 就偷偷地把那个录音笔再拿出来 好 我知道了 这次全靠你了 放心吧 我听你的 不会说出去的 老大 公立周边的居民又开始投诉 我们卫生和造物过大 而且 已经上网有关部门 邀请我们立即停止施工了 停止施工啊 对 不可能 想到的事是吧 上回我来找的人找了吗 找好了 老大 什么时候见 今晚就可以 碰碰 就约今天晚上 另外 那几笔钱 你存到秘密照顾了吗 算好了 老大 你放心 每一笔钱 我的详细的记录 在电脑上 好 我还去 你再去 总是 我做这些 我做了一笔钱 老大 我擅了你 你也有什么 老大 我为你 我要点赞 搬上前面那车 范总 范总 知道找你们什么事吧 知道 把刺什么 这我们最拿手啊 一定要注意分寸 别把事搞大了 这是定金 完事之后还有钱拿 范总您放心吧 你们这事我们哥俩给你办明白 过去看看 这 哪有人呢 光走野外 我估计是野猫 野猫 不是啊 走吧 怎么回事啊 没啥人呢 我跟巴承是野猫 这 这附近 就有些野猫有多 记者啊 一定把我交代给你们的事 摆平了 好 注意安全 你放心吧 等你们消息啊 好 慢走 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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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叔 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没事 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 摔了一跤 没受伤吧 没有 不用担心 这么晚 去哪了呀 工作上的事 行了 别大惊小怪的 别把阿姨吵醒了 放心吧 林叔 我觉得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你告诉我好了 不是 林叔 你有什么去告诉我 咱们之前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向辰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真的没事 就是回来的时候 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要是真的有什么事 一定会告诉你的 我带佳佳心回去了 这么晚了 你早点休息 你现在还回去啊 让你在这儿睡吧 不了 真得回去 这儿也没有我换洗的衣服啊 李叔 如果有什么事情 一定告诉我 我开始送你们回去 向辰 对不起 我爱你 你很好 我又还是要扫着你 你忙着火 也不可以 我还不可以 你忙着不得 这儿 我不会 有什么事 可能 我们回去了 路上慢点啊 快回去吧 杨经理好 怎么了 不是刚打扫完吗 您工作这么辛苦 我给您榨了杯果汁 您这什么意思啊 我想求你一点事 我不想总做这个清洁工 想换个部门 你是那新来的李兰吧 是 请杨经理多关照 杨经理 您尝尝这口汁 味道还不错 李兰 关于换个部门的事呢 倒没什么不可以的 这样 每天下班早的时候呢 咱们俩单独沟通一下 好 谢谢杨经理 那我出去打扫了 否则 这把酒请扫了 你试剑或者觉得 摘扫了 我肯定会去银行 还有点不错 你把它摘扫了 这有人来 提醒我一下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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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么多钱系在自己的账户上 我看你这次怎么交代 喂 你好 我是林书 林经理 张总让你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 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知道了 难道他都不知道了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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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白天晓腦只得给你 探索 headset 要 unlikely的 你得到我 别的 你得到你 消息 直说是吧 我问你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张总什么时候对我的私生活感兴趣了 我对你的私生活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提醒你 以后下了班以后 该做饭做饭 该带孩子带孩子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最好 谢谢关心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喂 王总 是林经理吗 我现在在楼下的咖啡厅 有事想见 好 我这就过来 好 王总 林经理 你好 来 坐 好 林经理 我过来就是想问一下 怎么样了 我那边一屁股债啊 实在有点扛不住了 要不然 我们要出钱通融通融 王总您放心 不用给张阳行贿 他马上就要从阳光下台了 邓总要回来 不管邓总回不回来 张阳肯定不会再祸害阳光了 林经理 您的意思是 他那本见不得人的账本 我已经拿到了 只要交给邓总 他不单当不上总经理 还有可能会蹲大牢呢 太好了 真是没想到 林经理 您这么厉害 邓总带我像是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所以 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糟蹋他一辈子的心血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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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回 回个短线啊 好 不好意思啊 您给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王总 这件事呢 如果您肯帮忙 那就更好办了 我没问题 你放心 我绝对没问题 谢谢您啊 应该的 应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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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岚 有没有看到谁动过我的办公桌 我今天上午都在客房打扫 没注意啊 怎么了 凌姐 还有谁进来过吗 我早上也在客房 我不知道啊 怎么了 难道她真的知道了 不问我是故意想耍我 凌姐 凌姐今天这是怎么了 都知道了 就好像穿个鞋似的